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UJ说书 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讲 共产 马克思 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我们到了第二章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呢 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看看啊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正直 不是啊 不是 不是对立的特殊正直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 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治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 一 只是一方面 在无产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 共产党的人啊 共产人 我们叫共产人吧 我就叫共产党 共产人 共产人强调的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 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对 他们强调的是坚持整个无产的利益 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不分民族的利益 另一方面呢 在无产和资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 共产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所以呢 在实践方面 共产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 始终起 始终 始终起着推动作用的部分 在理论方面 他们胜过其余无产群众的地方 在于他们了解无产运动的条件 进程和一般的结果 共产的最终 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的最近的目的一样 我没有get到什么 共产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无产的人的目的 最近 最近目的是什么意思 最近 就是最 最 就是第一目的吗 就是他们现在要先达到的目的的意思吗 你这个翻译的有问题吗 OK 所以是无产阶级成为阶级 推翻资产的统治 由无产夺取政权 吃人说目 共产的理论原理 绝不是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 或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 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 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哇 这个就困了 这本书真有用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 经常的历史变更 他到底在讲什么 好 比如说 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 封建迷信 与其代之的是资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呢 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 而是要废除资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资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面上的 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财产 上面的产品生产的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共产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人说 我们要消灭个人挣 消灭个人挣的 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 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 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 自己挣的 自己赚来的财产 你们说的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 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 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 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创造出财产来吗 没有的是这种劳动所创造的 是资本 就是在说无产者去劳动自己是博有钱的 这些钱都是给资本加的 然后呢 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 之后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值的财产 现金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 作为一个资本家 这就是说他们在生产中不仅占用一种纯粹的个人的地位 而且占用一种社会的地位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 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 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 他们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 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资产 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 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 他将失掉他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 即工人维持其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数额 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 只能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 我们绝不打算消灭这种共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成品的个人占有 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 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 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 在这种占有下 工人仅仅为增值资本而活着 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喝水 只有在资产阶级里面 社会里活着劳动的只是增加以累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 在共产社会里 以及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只是扩大而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太多因此了吧 发现了好几个因此 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 在共产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 在资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活动者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就是现在 我看看 而资产阶级 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 说对了 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 独立性和自由 而现金资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 所谓自由 就是自由贸易 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 自由买卖也就消失 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 也像我们的资产者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 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 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而对于共产主义 要消灭买卖 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 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 你们就惊慌起来 但是在你们现存社会里 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 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 而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 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 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的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 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变为资本货币地租 一句话不能再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能力的时候起 就是说以个人财产不再能为资产阶级生产的时候 你们就说个性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 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的私有者 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很短很短第二桩很短我们加油 共产主义并不会剥剥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 他只剥剥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 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 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社会早就应该因堕落而灭亡了 因为在这个社会里老者不获或者不劳 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咎为这一个同意反复 一旦没有资本就不再有雇佣的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物质的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 也被扩展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 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 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 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又是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他们很害怕失去那种教育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看 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 废除资产所有制的主张 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俊下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 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 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 从历史的生产过程中是战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 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 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 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 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分派也有对共产的人有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怒 现代的资产家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 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得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 而无产的被迫独居和分开的卖淫 则是他的补充怎么突然卖淫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他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 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选择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 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 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有社会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你们的教育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 共产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 它仅仅是要改变这个作用的形式 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源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 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关系而发而被承担生狗的作品 你的作品 诶 等一下啊 读错了 商品 商品和劳动工具 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 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恶 但是你们共产人是要实行公期制的呀 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的像我们这样交喊 资产者把自己的老婆看作是单纯的生产工具 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 自然的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 问题在于使妇女不在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的道貌岸然 对所谓的共产人的正式公期制表示惊讶 那是再可笑不够了 公期制呢 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 它差不多是一项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 无产者 不以他们那个 无产者的妻子和老婆 说他们支配所满足 正式的卖淫不用说 他们还可以互相诱监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人渣 大变态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期制 很多人认为只能责怪共产党的人 说他们想要正式的公开的公期制 来代替伪善的隐蔽的公期制 其实不言而鱼 随着现在的关系 生产关系的突破 消灭 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期制 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蔓淫也就消失了 有人责备共产人 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公然没有祖国 绝不会剥夺他们所拥有的东西 因为无价 无价 因为无价 无产阶级 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 上升为民族的阶段 把自身的这个组织调为 调为民族 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 虽然成功不是 不是资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的发展 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 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条件 都终于一致 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割 民族分割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 使他们更快的消灭消失 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 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对人对人的薛薄一消灭 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阶级对立一旦消失 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哲学形态的观点 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 都不值得详细讨论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 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 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 所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那还能证明了什么呢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 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是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 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 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 旧思想的瓦解 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而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 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 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 封建社会正在同时 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苏使的斗争 信仰自由和阶级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 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 政治的法的观念 在历史发展的进展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 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 在这种变化中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 比如自由正义等等 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 它要废除宗教道德 而不是加以革新 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 至今一切社会历史都是在阶级中对立运动的 而对于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 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 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 因此毫不奇怪 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 千差万别 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 这些形式 这些意识形式 只有当阶级对立党完全消失的时候 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的就是同传统的所有至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不奇怪 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 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要把资产阶级对公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 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 无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的夺取资产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组织成统治的无产手里 并且尽可能的增加生产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 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的资产阶级产生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 也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 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 但是在运动进程中 他们会越出本身 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是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剥夺地产 把它租用于国家支出 征收高额累进税 废除继承权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 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按照共同的计划 增加国家工厂工厂和生产工具 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实行普遍楼动一物质 成立产业军 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 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教育 取消存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 把教育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这个就是他们的措施 有十个措施 然后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 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 公共的权利就失去了政治性质 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利是一个阶级 用一个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如果说无产阶级 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一定要联合为阶级 通过革命为使自己成为统治阶段 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 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 那么他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 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 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 从而消灭了他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 就是会的将是这个一样的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的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啊终于雨 啊终于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